月狼剑威力 变身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潮潮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节目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期滑雪Vlog 我现在正在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的杠梁 然后这里是整个滑雪的景区 景色最美的地方 我可是废了九女二五之力才上来的 来 带你们看看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教练 反正这个教练是本雪场最高的 哎 我俩都不能进一个筐里 穿上这个鞋 我觉得是一只小企鹅 可能因为冬奥会快临近了 现在雪场里面感觉 就人气还挺傲的 人还挺多的 我为啥这趟来选择双板呢 就是我了解了一下 双板其实是比丹板更早进入奥运会的 滑雪的竞技项目 像丹板是在1998年的时候才入奥的 而双板在奥运会里面项目就非常多了 像有越野湿滑雪 高山滑雪 后台滑雪 然后还有自由湿滑雪 特别多的项目 马上冬奥会就要开始了 我想看看 像这种奥运会里面的 双板滑雪的这种项目 咱普通人到底能不能玩 走啦 你说北大湖那个倒是 就那个倒是你没滑过 你再来 我讲到 注意啊 你不说 我说我都挺臭 别害羞的 我怕我替他转述了 教练说整个北大湖只有那根道 他没有滑过了 因为那确实是个野雪道 就滑不好的会摔一次 像丹板这种滑了六年 都没有勇气去挑战一下 亲戚们看到那条倒是没有 那条白的 整个北大湖山上最难的一条野雪道 这本来小说有生之年 我如果有能力我去滑一下 我们快到了 我这个湖好陡的 你看小时候我没上过树 你咋不上去的 教练说了 扶我们三二 比他自己滑一天都累 下次给多少钱都不交了 两个板不要打架啊 注意 对 往山上管 往山那边管 对 对 慢点 慢点 这个 我光顾着为了救你了 哈哈哈 走 走 偷 城城城上 对 马上起来 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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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跟朋友们一块出来玩 真的很欢乐 欢乐特别多 我的教练 你们不是看到了吗 是个一米九的大高跟 跟我一起来的闺蜜 因为有点 上面有点矮 她还没有我教练的板高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她们家第三天真的绝了 昨天点外卖还搞笑 有一个串染店的老板 就问我们是不是确定要去她们家吃 我就问她们现在还能来酒店接吗 因为这边附近打不到什么车 后来她就问我们说 你们想一想 确定要来的话 我给你们求过去 然后你看 我给你们送外卖呢 我还只要求一趟 给你们求过来 我还得给你们求回去 要求两趟 我也不想求两趟 你看我给你们送外卖求一趟 我还省事儿 要不是我们中间有个小伙伴小时候 看过东北一家人 我都不知道这个求是什么意思 人人身着快乐园 无知无数的乐园 不是慌张 忘了所有的烦恼 人人相望快乐园 制造美梦的乐园 留背上只有满眼的方向 看什么都算开着 咕咕咕咕咚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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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vlog 不是换了一個1米9的新设像吗 那是因为我原来的小助理请假了 她又回来了 非常地恶毒 她跟我说 你来东北一定要干一件事情 就是填铁栏杆 你看 你当我就是填这个铁栏杆 那也就算了 她说她要用开水 把我跟铁栏杆 黏起来的舌头 用开水浇开来 你们想看吗 想看 想看 不可能 在这里呢 我们的滑雪之旅 就要告一段了 其实我在21年年初呢 给她制定了一个小计划 就是这一年里面 我完全十件的事情 滑雪就是其中之一 不知道通过这个视频 你们能不能感受到 我是花了三天的时间 从零基础起步 到初步入门 其实滑雪这件事情呢 也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难 大家都可以有兴趣 有时间的时候去尝试一下 而且明年2022年的2月4号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 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并且支持我们的奥运健儿 所以这就是我们2021年的 最后一期节目了 最后老规矩 我去尝尝你们的天线 我要去打雪仗 我等着 有些柴子在一天 别跑 我们明年再进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蚤运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